所以今天這群人居然是要感謝 這群人不讓你出去玩、吃東西、買東西 甚至不讓你出去工作賺錢的人 你們是不是傻了啊? 祝大家早安 相信大家都知道 自從Omicron在中國爆發之後 中國各地出現封城封居的情況 今天要告訴大家 中國有幾個城市開始解封了 但最奇怪的是 當一個正常人聽到解封這個消息 你們應該會這樣 什麼?終於解封了? 人家說就這樣 困了整個交兩個月都不知做什麼 政府效的這麼抄襲 我不說那麼多了 現在就不出門了 但最近我在網上叫中國人 當聽到解封消息的時候 居然是這樣 感謝黨、感謝政府、感謝所有的防疫人員 終於給我們自由了 很感謝你們 很感謝你們 做什麼? 喂大哥 那算怎樣? 早晚才有說自己沒有物資 以及沒有食物 但現在又要感謝政府了 那麼搞笑呀 是不是早晚不夠食物 我已經瘋了 好了 今天就集合了一大多 有關中國人聽到解放消息時的反應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一群人的勞性有多麼重啊 最終我想藉著這件事 有些個人看法的 影片開始時 喜歡我們留言分享、留言、訂閱、訂閱 或立即會忘記我 如果想到我都不妨訂閱、訂閱、按讚 我們就即刻開始 事不宜時 即刻跟大家說說 那一群中國人聽到解放的消息時 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我們先來鬥看看第一條影片 看看...嘩... 感恩共產黨 感恩驅毀、驅政府 以及抗疫服務全體工作人員 他太老啊! 為什麼這麼誇張啊? 現在是請人三條旗去多謝政府啊 最搞笑的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人拿著一枝小的旗子 就不斷這樣 從這些行為都可以看得出 這群人就真的是... 但我想說 這群行為 我想說一句 如果下一次在你的社會再次爆發病毒的時候 那又是直接崩居 然後困住你家 又有什麼原因啊? 我想到之後到第二條影片 嘩... 選了什麼呢? 神經病 這麼多中國國旗啊? 還要排到水蛇雙那麼長 還要排到水蛇雙檢測 就死不願意的 現在叫你擔任過期 不然怎麼走也沒問題啊 還很開心 不會唱大歌啊 但是如果... 我說如果而已 萬一在你們這麼多人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人 突然變成陽性患者 那你們就可以再一起... 到最後第三條影片 大家都看到了 又是有一堆阿叔 阿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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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嬸 嘩... 我看見阿嬸 嘩... 第一句 多開心 多興奮 所以說 有時候真的不得不贏中國人的那種正能量 就發現中國人是很容易很開心 很滿足的 只要你突然鎖他們三、五、七、日 再放他們出來 那他們就很開心的了 他們很滿足 甚至很感恩 那我就想再到第四條影片 嘩... 那些車不允許少啊 這些是Land Rover 嘩... 這個... 這個是不是馬沙 嘩... 這個就是恆池 剛才那一架不是恆池 我看錯了嗎? 對了... 看到那群人就很興奮地 慶祝這一次解封了 值得留意的 這條影片的標題是寫著 上海賣一個小區解封 所以研究來說都是好事 大家都知道 上海因為封城封區的問題 就搞到民不聊生 甚至有些人出現糧食短缺的問題 現在解封了 賣開令到有些人可以繼續出去玩、吃 甚至過一些正常生活 但如果你問我究竟上海哪一區解封呢? 大哥... 那我怎知道呢? 總之就是那一區的人是可以開到Tesla、Benz、Fazer、Lamrover等車輛的那些人 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好厲害 有時候當你多看這些影片 你都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可愛 甚至是有趣的一方面 對嘛 早上還在罵中國政府 說他們防疫沒有效率 搞到他們沒有東西吃 很餓 甚至是很慘 然後又會拿著國旗仔、唱歌 去歌頌這個中國政府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在這件事上 當中有什麼問題呢? 上第一就是我真的很想問 大哥 為什麼解封是要感恩中國政府的呢? 現在中國政府只是按照正常的程序 正常的程序去做事而已 如果裡面沒有確診過案的話 他就要解封了 所以我真的想問有什麼值得感恩呢? 情況就好像 如果你有天上學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就準時下課 那你不會無故感恩那個老師準時下課 又或者有一天當你上班的時候 老闆跟你說你不需要OT 那你也不會無故感恩那個老闆 讓你準時下課 所以現在中國某些地方解封 只是令到你可以繼續 行使你基本的公民權力 可以繼續出門、上班、甚至出去玩 那有什麼值得感恩呢? 第二,我想再問 為什麼會有解封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之前你們的小居被人封了 現在沒事了,就是解封了 那為什麼之前又會被人封了? 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堅持動態清零 所以就要全面實施封區封題 搞到你們一兩個月都要困在家裡 自己吃自己? 所以今天你這群人居然要這樣 就是一群不讓你出去玩 不讓你出去吃東西 不讓你出去買東西 甚至不讓你出去工作賺錢的人 你們是不是傻了? 再加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曾經說過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 這麼照顧你們是很合情合理的 那你這樣中國政府幹嘛? 人家是興奮的嘛 所以單單從這件事就已經可以反映出 中國人一來又不清楚自己的個人基本權利 二來又充分地反映出那種勞弘性是有多麼重 第三就是從上述那些中國人是有感恩 不是有感恩的一種行為 其實某程度暴露了中國人的一個弱點 就是缺乏安全感 首先大家要解釋了一點 本來感恩這件事是好事來的 是反映出一個人的得慎 甚至是品能的 但感恩也是要看時候的 例如如果你逛逛街掉到屁股 而有人向你伸出援手拉你上來的話 那你向這個人感恩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因為這個人本來是沒有義務去幫你 但如果情況是背後有人推你到屁股 然後再踩到你幾腳逼你喝屁股 再用手去扶你起來的話呢 大哥給我打拾他吧 你不是跟我說感恩吧 所以如果這個情況之下 那些中國人都依然繼續感恩的話呢 我只能夠說一句 你一群中國人之所以感恩 並不是說真的想感謝一個人 義務去幫你做某些事情 而只是感激對你加害的那些人的不殺之恩 最後第四就是 我講這個論點之前 我要善善聲明 我本人就明顯是愛國愛港笨子 即是你看到我 即是... 你看看我 我看三股的字都要用紅色的 我的蟹都是穿紅色的 甚至連我設計的毛巾都是用紅色的 那你就知道我什麼事了 所以我接下來所說的 絕對沒有什麼煽動 教唆他人去顛覆這個國家政權 OK? 那先說回第四點 當你聽完我上帥的觀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中國人一天都有這種勞性 不論政權變成怎樣 其實中國都依然不會有任何改變 簡單說一句 其實中國目前主要分為兩種中國人 第一種就是有權的中國人 第二種就是無權的中國人 所以現在最尷尬的就是 即使上面那群有權的中國人 怎樣改變都好 最後都只不過是由一群無權的中國人 去換上去而已 那又是那些中國人? 又會有什麼變化呢? 如果你問我 究竟要怎樣才能真正改變一中國的現狀呢? 怎樣改變中國人的一種勞性、一種血性呢? 在這裡就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明白就明白了 最簡單的 其實參考香港就可以了 究竟誰是令香港由漁村變成國際都會? 你想到這件事你就會明白了 OK? 好了 那今天就到這裡 一件事順便 當你看完一群中國人 不斷感恩這些行為之後 有時候你真的不會想到 為何一群人是這麼不值得同情的 由始至終一群人 根本就不需要外界的同情 甚至是很享受被人打壓的生活 那麼最後還是甚麼事要看呢? 你最高興 也不妨是阿明用打分 好 如果你們喜歡的留言 記得叫按讚 跟留言 訂閱 訂閱 還有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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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載 我們的訂閱 看看 太高興 再見 大家